另外 超过2万名韩国卡车司机发起的大规模罢工活动 已经进入第10天 严重扰乱了国内的物流运输 造成大约1万6千亿韩元的损失 尽管韩国政府已经下达强制开工令 但是包括卡车司机在内的5千多名工人 星期六聚集在首尔国会议事堂的附近举办大型示威 抗议政府强制司机开工 却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 会期三年 相等于卡车司机最低薪资保障的安全运费制度 将会在今年到期 工会要求政府永久实施这项制度并扩大适用的范围 确保司机不会为了过低的薪资 引发过劳 超速等危险驾驶状况 并为此在24号发起大罢工 不过政府已经表明 只会延长安全运费制度三年 而且不会扩大适用范围 双方的谈判因此陷入僵持 随着韩国政府下达强制开工令 罢工司机必须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为令者可能会被罚款 监禁或吊销执照